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熊者頻道就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FB、Twitch、BB還有Discord 那今天介紹的角色是 這個陸文森 那全新屬雷屬的鬥將 那他是雷屬性 那天護的部分呈402主動攻擊的時候呢 對戰中傷害提高11-20% 那自身氣血小一盾目標的時候 主動攻擊對戰前獲得護盾 最大氣血的30% 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對五個內氣血最高的一個敵方非召喚物 和所有敵方召喚物施加 摺影 然後這個摺影的bump是 遭受爆擊率加15% 自身相對一個內開啟領導區域 敵方陸文森移動力消耗減1 下回合開始移除 感覺就是 這個跟召喚物 攻擊比較適合打召喚物的這個角色 OK好 呃 因為他是所有的敵方召喚物啦 所以如果敵方召喚物多的話 可以很適合帶這一隻 OK然後 絕學部分 嚴懲物 帶攻擊張卡敵人1.4倍傷害 絕學後可以獲得再移動兩個 如果目標是在摺影狀態的話 本次攻擊無視護衛 且暴力去提升20% OK 再來 絕學除惡物盡消耗自身 當前氣血20% 攻擊張卡敵人之後 1.2倍傷害 施加亂神跟持續兩個回合 如果沒有擊掌目標的話 該絕學冷卻時間重置 哦這是沒擊殺重置哦 然後倍率提高0.2倍 然後最多可以提高到1.6倍 OK 然後他一樣自帶3C的技能 那疑似的話是對戰前絲加亂神2 那二次的話是 哦 倍率提高0.3% 那最後最多最多可以到1.8% 啊這個是他 這隻角色的專屬的單點技能 反正是沒有擊掌目標 進行絕學的升級 OK 然後並且重置 冷卻時間 好 絕學雷法扶妖 對方的內容 所有敵人造的0.5倍 傷害對氣血百分比 越高的目標 爆擊率越高 最高到2.5% 施加電流的buff 持續兩個回合 絕學後敵方造行物 額外施加降伏 OK 又是針對敵方造行物 好然後無法 這個降伏是無法使用主動絕學 所以我沒有絕學失效 欸 直接那你飛舞 直接那你只能不論攻擊 我記得有一關是 劍聖的那一關 不知道是哪個關卡 忘記然後他就召喚很多很多劍魂 那些劍魂還很強 那個應該都可以用這一招去剋他 好那這個1.4的話是多斯加皮弱的狀態 2.4的話是絕學後 如果有敵方造行物 則死即 撤退 然後這個絕學-2 撤退是離開戰場不觸發死亡相關邏輯 欸 撤退離開戰場不觸發 死亡相關的相關 欸 他到底是會離開戰場是不會攻擊的嗎 還是怎麼樣 看不太懂 呃 不但是他又不觸發死亡 這個 OK我看不懂 看起來是他說離開戰場是 嗯 我看起來應該是沒有死亡但是 可是他也沒有說這個撤退是 這個時間是多少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在 場面上了吧 還是他是被移到其他地方然後 就是不能點他他也不能動這樣 好絕學千里豬邪 主動使用傳送到一個目標 身作指令控格並且護得護盾 用三個內存在攜帶則應的狀態敵方可以再行動 這麼特別 故意移到那邊然後再行動再攻擊這樣子 而且只要氣血比這隻角色高就會自己加護盾 那這個1-4是被動 新增被動 行動時無視敵方的角色阻擋 OK 那2-4的話是被動多了這個主動位以後 每穿越一個敵方獲得護盾 最大氣血的4% 每次移動最後獲得40% 啊 主動使用的時候傳送到 主動使用的話是多增加這個護盾 然後最大氣血的38 和再行動兩個 看一下 OK 就是不用一定要到 就是有折應狀態的敵人旁邊就可以直接獲得護盾 然後並且對這個周遭 周遭對三個內的所有敵方施加麻痺的狀態 好 被動兩儀相升 護盾獲得加成提高20% 回合開始的時候反轉自稱一個有害狀態 為刺骨一的狀態 持續兩個回合 那神兵的部分呢是三個內攜帶折應狀態的敵方 暴擊率提高5-50% 而且行動結束的時候隨機傷害協助等級時間-1 然後還有陣法上陣暗跟優屬性 然後主動攻擊對象中自稱氣血小於等於目標的話 傷跟暴擊率提高8% 就看起來比較適合單點 這不是單點就是打王跟打那種召喚物比較多的 關卡這樣就是 聽一下還是蠻特別的 但如果跟 那個昨天角色那一隻叫什麼名字 呃跟金飞鱼比的话 我这两只雪天之的话 我比较想要抽金飞鱼的 好那不知道大家对这只角色有什么看法 那欢迎留言跟大师做讨论 那喜欢我的频道 也订阅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比喻里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拜拜